南洋理工大学研发纳米芯片 快速地测出空气中的有毒气铁 将检测过程从一个星期缩短到几秒钟 看起来像个盒子 这是南洋理工大学设计出来的纳米网 纳米网将空气中的所有气体吸入里头的芯片 研究人员采用激光照射就能有效地识别气体类型 过程只需10秒钟 研究团队从8年前开始 探讨使用纳米芯片和激光来检测水里的污染物 直到两年前我国东部有烧焦味 激起了研究员的想法 当时的方法就是说 要去到当场采集那个气体的样品 然后再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的检测 这个检测一般需要1到7天左右 这个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可以用我们的那个技术 作为气体的检测 新技术除了能够更快地测出气体 可探测范围更达到10公里 可用在化学品泄漏 非法丢弃有毒污染物等紧急事故 研究团队希望未来几年 能同本地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合作 感谢您的观看